我也想問一下為什麼你會延後報名的日期 是不是因為上次和葉太沿袁彼昌他們中 另外就是 也想問一下你怎麼看延遲選舉的安排 因為今天都很壞 我都要去延後 好啊 或者我有少少重複剛剛講的 就是我原本昨天來報名 不過我要有些數據去查證 向政府查證 但是昨天還沒有查證到 所以我查證到今天才來報名 那個數據是什麼呢 就是說現在陳肇子局長都承認 決免是這個第三波的最基本最基本最大的源頭 而大家都知道在五六月幾萬人次決免 很多都是基組人員和船員 而最離譜的就是六月開始 全世界的船員沒有在香港想落貨 都給他來香港換假 這個是最荒謬 最不能理解的事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在立法會已經吵了很久 要他馬上倒絕決免了 那他現在明天開始就不行了 只有呢 就是有貨上落那些才給他來 那有貨上落給他來 可不可以不入境啊 那現在政府就說呢 下船上機就不入境 但是下機上船呢 就讓他入香港 那我就很大反應了 為什麼走這條路就行 走這條路回頭路就不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些船員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那些國家本身參之不齊 他那些驗測水平 我都不認識什麼 你信他拿著報告飛進來 跟著進了警 進了警 就全公司安排的 不知道他去了哪裡的 酒店在旁邊的 不知道 他又不是馬上船的 可能是兩三個才走 那這個源頭不到絕了 我第三波怎麼搞啊 所以我現在要求政府 下機上船都是怎樣到怎樣 總之 船員就不准入境 機組人員如果他住在那裡的 你沒有法子都要讓他進來 主要就是這樣 那不好意思 我要做一點點的事情 因為這裡 掉了下來 第二個問題是延後選舉的 延後選舉 我真是一句衷心說話 信專家 專家呢 我上個星期有跟他們談 他們都覺得沒有這麼嚴重 那這幾天呢 他們都說 形勢越來越嚴重 那一路下去 當然專家擔心 就不是政治問題 專家擔心 就是到時 如果 在這幾個星期之內 疫情不受控的 這個選舉 會不會有一個公平的選舉 到時不同年紀的人 會不會有不同的風險的評估 出不出來去投票 OK 那當然專家又怕 如果很多人為了政治問題出來的 又會不會很容易中招 那所以 現在就要看專家怎麼看了 那所以我希望這次呢 政府 就是聽專家的意見 對我們實政原則來說呢 完全 他這一次 如期9月6日選 和延遲的選 我們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我們這些理性民政的立場呢 我估計支持的就支持 如果是有意見的呢 我想 等下去也都沒有什麼大的分別 那怎麼看議會可能出現的真空證物呢 那 那 似乎他們聽很多人說 現在很多人都在那裏 就是放著口風 就說可以延長半年或者一年 那議會就繼續照他做事 對不對 那如果政府沒有發浪的 那又不用拿錢的 那理論上 可能立法會也不用開得這麼密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我就覺得香港立法會 如果不運作一段長時間 就不合邏輯的 那你說如果是運作 那應該是怎樣 我相信政府都會決定 我聽些人講 就是沿班人馬 延續一段時間 那其實對我來說 老實講 大家都想知道四年的成果 到底選民是否接受 是不是 那你說半年後 我亦都不覺得分別會很大 一年後 如果可以令到立法會繼續運作 是一件好事來的 另外也有三條問題想問回 去年區議會選舉裡面 其實只剩下除了結 即是實證圓桌 你自己可能在區選舉落敗了 那你覺得市民還支持實證圓桌呢 還有你自己的目標 票員究竟是吸納 淺藍 淺黃 那些其實有其他目標的選民呢 還有會覺得自己的政治 目前為了實證圓 還有自己的政委是甚麼 還有目標其實會不會在新西的第九席呢 四個問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OK 首先我回答一個我最近經常被人問的 你是電制還是泛民 你是黃色還是藍色 主要都是全世界都是這樣看我們的 我的答案是很簡單的 我開場白講了 我們是熱愛香港 理性民政 監察政府的民意代表 你多問我十次 我都是這幾個字的了 監察政府 理性民政的民意代表 沒有 我覺得如果我們再搞下去 是大家去爭論我是甚麼的標籤 你任何的標籤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有些人聽到你是這個標籤 他根本甚麼都不想知道 如果你甚麼標籤都沒有 人家就會看你這四年做了些甚麼 看你這四年做些甚麼呢 他就要決定 你有沒有做到一個稱職的民意代表 你有沒有真是監察政府 不管你叫自己做甚麼派都好 你有沒有監察政府 你有沒有應撐就撐 應反就反 還是大部分時間這一面倒 明明合理的東西就反對 又或者明明有問題的東西是死撐 我有不少選民有跟我說到 他說甚麼呢 他說你做的事你說的事我們聽到的 我們知道你在做甚麼的 那就走了 那當然他會不會投我的票我不知道 不過就簡單跟大家講一聲 我們四個 由頭到尾一心一意 就是想走一條理政民政的路 理政民政的路有很大的代價 就是當社會流於標籤的時候 而我不肯給人的標籤 人家就不知道怎麼處理我們 大家明白嗎 但這個是我們堅持的 甚麼左啊 右啊 中間啊 中間偏右 中間偏左呢 其實全部某程度上 我覺得對香港長遠的發展不是一件好事 那至於你說我們的選情是怎樣 是否新西第九席 我只有十六個字而已 謀事在人 誠事在天 盡力而為 最後呢 最後呢 無啟於心 我們四個人每一天 差不多早上 都是想一想這十六個字才走出街的 因為當你做任何事 而你一開始想選票呢 你一定會轉態 你一定會走樣 你要估計不同的人想聽甚麼 今天這個罵你 你明天就改一點 明天那個罵你 你又改一點 這樣做下去呢 你根本自己都精神訓練 是吧 那當然呢 我都要講一句公道說話 就是 盡力而為之餘 我要很尊重選民的決定 接受的結果 香港有足夠的光譜 接近接受理性民政 監察政府的民意代表 不肯給自己的標籤 有這個光譜 這個是香港之福 這個是 會得令到我有動力 將來 一路做下去 如果沒有這個光譜 我留在那裡都沒有意思 那也都我覺得 長遠香港呢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的 如果沒有這個光譜 現在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光譜 是5% 還是15% 還是20% 這個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只是藍 不是黃 還是說有些黃 不是藍 我都不知道 我覺得這次呢 我看那些人的眼神呢 因為我這幾天都經常有出街 是很怪的 有些很年輕的走過 紋身 給我的印象都似乎 不會是很見識的那隻 走過來 給個like 我把單張走了 所以其實呢 各式各樣呢 都 人都有 可能我們的支持者 是最 光譜最闊的 是完全猜不到的 我們差不多任何一個人 很遠走過來 我真的完全猜不到 它會有一個怎樣的反應 就是我覺得現在開始選民呢 它表面是一樣的 但是它心想 可能是一些不同的事情 你覺得如果選舉 就是押後一年的選舉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政治一天都要派出 如果你說押後一年 depend on 什麼事情發生 有可能對建制更加不利 也都有可能對建制非常之有利 其實你問我押後一年 對誰好 誰不好呢 其實你問我 我猜不猜到這一年會發生什麼事 我告訴你 沒有人猜到的 大家 2019年1月 即是說18個月之前 你們猜到今天香港是這樣嗎 大家有沒有想過 2019年1月的時候是怎樣的 是不是 什麼事都沒有的 當時 就是個個都是在講理性 民生問題 那時候是沙中線 是不是 接著就 九西 連揚兩個 補選 立法會 建制派 是不是 當時沒事的 但是這18個月 香港變了些 你現在問我 未來12個月 香港會是怎樣 真是不知道 但是現在的形勢這麼緊張 即是 一邊就是 不會拋個低 抗爭派 那邊就是 可能他們會有些動作 另外就是建制派 也都會有另外的動作 其實你 自己定義為自己 一個中間派的 一個候選人會會 是不是 都擔心 如果一次 自己進入議會 會比較 會發生 你用中間派這個 我能否進入議會 是選民決定 不是我作主 如果我進入議會 即是表示 我今天講的話 選民接受 即是香港有這個幹譜 香港有一個幫譜 去扔開所有的標籤 我自己投票 是看這個人 有沒有盡心盡意 不偏不倚監察政府 我聽過有人跟我說 你有些東西撐政府 有些東西反政府 你撐政府的東西 我反對 你反對政府的東西 我又支持 但是 我會投你一票 因為你是兩邊都有做 現在外面有不少人在找這個人 即是說你的投票立場 不是永遠都是 你都未開聲 人家已經猜到你做什麼了 就看看你的標籤 他們很多時候都說 每次我都不知道 開出來 你會有些什麼看法 我們都很想 就是 看看你的立場 怎樣 但是我覺得最差異 有一次有一個人說 會支持我 不是因為我的投票立場 跟他一樣 而是他說我真是 又撐 又反 兩樣都有 而他認為我 是給了一個理據出來 不是就這樣 按完票就走了 按完機就走了 那我相信這個市場 開始 越來越大 我都想問多一點點 就是名單上面 就是莊豪東排名單裡面 其實原本就是 聽聞 有傳言就說 他應該是分途出 就是出戰這個新解東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你講誰 莊豪東 是 你講那裡 是 其實本身是應該會 有機會出戰新解東 那現在其實情況是怎樣的呢 好 坦白說 我們曾經有想過 那當時也都去做了 一段時間的工作 遲一下水溫 那但是後來呢 基本上就是 所有你們各位 很多的專家 都分析我們新解西 選情嚴峻嘛 是不是 那我是一個 叫做 雖然 很有理想的人 但是我有自知之明 我有沒有能力 當全世界都說我 面對險峻時刻的時候 還去 開兩條隊呢 我們的團隊又不支持到呢 後來我們想過都覺得不好了 好 因為始終莊豪峰 他本身 之前就是平欣 平欣區那裡出選 就是元朗天水維那邊 那他對於元朗啊 天水維啊 屯門啊 就是新界西北 就比較熟的 所以就不好意思了 就要他回來幫忙 那我們盡量保住 就是這一直線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變成我們的做法呢 就是 理想和理想 實際都要考慮 你有多大的頭 就戴幾大頂帽 就這麼多 就是這樣 還有想問一下 你勝民政那裡 那裡 那裡有什麼 如果不分標才有什麼 進不進去 會不會聽民意做事 啊 我曾經反對局部派遣的 我現在呢 就投票反對洪水橋 因為政府呢 就將那條新的跨海鐵路 捆綁在人工島 人工島 大家都知道 非常之大爭議 那他一天不決定 起這條鐵路 洪水橋有十幾二十萬人 跟著屯門沿去碼頭 又多百萬人 那些人將來搭什麼車走呢 那所以呢 我是那裡有頭 玩得去跳的 是吧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啦 在修例事件之中 我 從第一天開始 我不是看民意啊 我第一天開始 我已經堅持是 港人港審的 就是修例 逃犯條例 那個原則我支持 但不是那個手法 我認為如果做到 港人港審呢 其實 如果去年四月 政府肯聽我說 行港人港審 香港今天 不會是你們見到的香港 我相信當時 絕大部分人都會收貨 有幾個民調都顯示過 是吧 那結果呢 就搞到警民衝突 跟著 去到呢 就 止暴制亂又好像 不是很成功 於是中央出手 跟著就立國安法 這些完全沒有人呢 在去年四月 林鄭決定不再做駝料 走出來 想修改這條法例的時候 沒有人想過會搞成這樣 所以 你問我做的事 是不是看選票 不是 我們當然會聽民意 但是民意之餘 我們都要用回自己一個 就是 判斷 那很坦白說 今時今日實際 演出這條路 不是我一個人的 我們有一班同事 我們有幾個大佬 在我的團隊裡 他們幕後的 不想出來見人的 但是他們影響我 是很深遠的 我告訴大家 而我的團隊呢 我估計是有不同顏色的 不過我從來沒有問他們 說真的 你說如果做一個議員 你的助理 當然你說全部都在談一邊 很多事情都很快就開完會了 但是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如果你去找一些 比較不同的光譜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那對我來說 我自己的決定 就會得豐富一些 多元化一些 就是這樣解釋的 但是肯定一條底線 我從來沒有改過 我是一個愛國愛港 是支持中國收回香港 一定是主權統一 任何的所謂香港的自作 即是自己的主張呢 我是覺得 只會招來中央強烈的反對 對香港長遠是一些好處都沒有 所以我都簡單說一句 我最擁護的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國兩制 而一國兩制呢 兩方面都要配合 不只是一方面 我也都覺得回歸 這首十幾年 其實是OK的 雖然說 最後幾年呢 有人覺得會收緊了 但是 就沒有去到撕裂的地步 很多事情 都是這幾年發生的 我都還是希望 長遠香港回去 我們回歸前十幾年 那個一個比較適切的 一國兩制的平衡 現在很多家長 很怕那些小朋友 在香港受教育 主要是因為 怕他們那些所謂同學影響他們 你知道他們那些check group 如果你不參加 你又會怎樣 現在他們在想帶小朋友去第二道讀書 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很不理想 和我本人最關注 怎樣可以令到 我們中小學的教育 很多家長都是覺得 安心可以繼續在這裏 不要小時候把小朋友拿去外國 這個是我未來其中一個很關注的問題 就是我們將來的課程 我們到底教些什麼 通識還不應該涉及政治議題 在什麼歲數才應該開始教 這些東西種種呢 其實我們都要去表解的 因為你不去在這個 我有幾個 我有孫女現在是K3 K3 已經開始懂事了 我相信她入到P1 入到P1 六七歲 已經是會得識問 什麼是黃啊 什麼是藍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如果沒有一些比較 就是持平的說法去解釋 給他們聽香港發生什麼事呢 這幫人將來入到高小初中 又是會編在一邊 自己就選了個顏色 這樣下去呢 我才怕 謝謝 拜拜 拜拜